第五位 你們相信在同一個世界 但是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可能發生讓人傻眼的事嗎? 歡迎來到腦不及 今天就要帶你們來看2019年五個史上最讓人傻眼的新聞 第五位 根據統計,人類一天平均放屁5-15次 放屁是自然的生理反應 但日本有名富人在接受雷射手術時突然放屁 排放出來的易燃氣體與雷射接觸後造成手術室起火燃燒 而這名30歲女性患者的腰部及腿部大面積灼傷 這起位於新宿東京醫科大學醫學院發生的這場意外火災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報告指出 富人當時正在進行子宮頸腫瘤切除手術 手術室中並沒有易燃氣體 外部調查委員會研判女子當時的屁就是這起意外的主因 因為P的成分中包含可燃的氫氣及甲腕 若氫氣高達47%就有可能發生引爆 第四,花痴手機大盜 在2019年8月9日的廣東 一個女孩子在自家的雜貨店裡一邊用手機看配備株一邊幫忙看電 突然有一個男子闖禁 迅速拔掉手機充電線再搶走小孩的手機 那個小孩當然嚇呆了 還好這個搶劫案發生沒多久後 他也才跑出門沒幾步就馬上被民警摁倒在地了 然後被逮捕了 然後你問,瞎的地方在哪裡?為什麼會被發現? 是因為他逃跑的時候知識太妖嬌美人了 一邊逃跑一邊雙手還做可愛小鳥展翅高飛的動作 滿滿的少女情懷 突兀的舉動讓民警第一時間發現他的異常舉動 最後發現這是一名吸毒的人士被強制隔離戒毒兩年 第三,另類越獄事件 美國發生一起另類的越獄事件 在德克薩斯州威德福 八名囚犯打破鎖,衝出饒房 只是為了挽救一名看守的性命 事發當時,這位獄警正坐在法庭等候聽審區的球室外 和犯人們聊天,突然間他倒在椅子上陷入昏迷 犯人們起初以為獄警在惡作劇 但隨後犯人們發現這位獄警並非跟他們開玩笑 獄警當時已經沒有了脈搏 於是犯人們開始大聲疾呼瘋狂扎門 試圖引起其他獄警的注意 這次的意外雖然挽救了獄警性命 不過也讓獄方意識到另外一個問題 繞房的門鎖太脆弱,因此他們重新加固了門鎖 第二,濾鏡 說到政治狂熱新聞 2019年6月,一場巴基斯坦政治客的大會上 直播了現場新聞發布會 聽起來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只是正在拍攝直播畫面的人 不小心打開了現在年輕人最愛的 可愛貓咪濾鏡 這代表直播中的政治客們都帶著卡通毛鬍鬚 還有粉紅色的耳朵面對電視網路上的所有觀眾 新聞發布後兩分鐘,官方立即刪除影片 但是卻早就被觀眾截圖保存 這個對嚴肅的政治人物來說 可能我們以後看到他們再也嚴肅不起來了 NBC報導一名美國愛達河州波西市的單車騎士 在當地時鐘週三時騎車到郊區 突然感到肚子不適很舒服 由於失蹤沒有廁所,他只好就就地解放 待一陣舒爽之後 他不希望衛生局排泄物留在現場 便決定將衛生紙與他的份一同都燒掉 礦野風大,野火燎原 這一燒便是73英姆 這名騎士必須負擔救火花費費用 當地消防部門也表示 未來有誰想在荒郊野外大便 就把大便埋起來就好了,或是打包帶走 千萬不要再放火燒大便了 2019年終於結束了 你有聽過什麼離奇殺人的新聞嗎?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想看更多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